好,我们今天的话呢,就讲一下这个三极管元器件 三极管,我们主要就是了解一下这个三极管的类型,三极管的极性符号,以及它的NPN啊、PNP啊这种类型的区分 以及三极管的测量,好坏判断,以及它在电路中的应用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内容 三极管,它的外形,从它的外观上看,长得跟那个双二极管跟MOS管,这些都比较相似 外形上长得都比较相似 那么Taren在这个电路中组成了各种逻辑电路 这就是三极管,长得跟这种一样三条腿的 这种三条腿的,长得都 外观上跟那些双二极管跟MOS管都长得差不多 那么三极管呢,它的全称叫做半导体三极管,也叫做双极型晶体管 是一种电流控制电流的半导体器件 它的作用就是把微弱的信号放大成幅值较大的电信号 也可以作为无处点开关 那么在我们的电脑维修中 这个三极管 99%都是用来当做无处点开关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遇到说把它当做放大作用的 就是在电路中还没有看到有放大作用的三极管 基本上都是开关作用的 那么这个三极管 它的电路中 它的代表字母就是Q PQ 或者是VT 这个三极管一定要注意 它是一个电流型的元器件 是电流控制电流的 那么怎么样电流控制电流呢 待会我们后面慢慢的跟大家再讲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三极管的类型跟符号 三极管按照结构分 它可以分为NPN型和PNP型两种 那么它的符号呢 就跟下面这个两个图 三极管 我们一般是看它一级的箭头 它箭头朝外的 箭头朝外的是NPN 箭头朝内的是PNP 就看它一级箭头啊 看它这个一级箭头 箭头朝外的是NPN 箭头朝内的是PNP 这个一定要注意 那么在主板上面呢 可能就是NPN的用的比较多 但是在笔记本上面呢 NPN和PNP都用的多 那么三极管 它的三个极性名称 它有三个极性 第一个是C极 也就是我们说的极电极 然后呢 这个B极呢 它是G极 一极呢 是发射极 总共有分为这三个极性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实物中 怎么就区分这三个极性 实物中跟这个电路符号中 是不一样的 电路符号中 它这个带箭头那个是固定了的 是一级 所以啊 不管它这个箭头 是画上面还是画下面 只要带箭头的这个角 这个就是一级 它有时候可能会反过来画 比如说 这样的话 它有时候会把箭头画上面 然后这边是C 这边是E 这边是B 这样的 所以说只要是带箭头这个角固定了 它就是一级 在电路符号中是这样区分极性 那么 在这个实物中怎么区分呢 实物中 一般来讲啊 是这个文字朝身边 然后 上面那个单独的这个角 是C级 左下角是B级 然后 这个右下角呢 是这个一级 这个要注意 我刚才画的是PNP啊 没错啊 箭头朝内的就是PNP 箭头朝外的就是NPM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三级管 它的 内部结构 等效图 要注意这是等效图 啊 这个东西 不是说它内部就两个二级管 这么简单 如果就两个二级管 这么简单的话 那么它就不用开发三级管了 它直接用双二级管就行了 所以说 它这里 名字叫做三级管 而且它的功能作用 跟普通的双二级管 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啊 所以说这个内部结构等效图 你别看了 画了两个二级管 实际上 它并不是两个二级管 这么简单 啊 只不过是 用这种方式来方便大家理解 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啊 这个 三级管 它这个 PNP NPN是怎么来的 首先 我们在前面讲二级管的时候 有提到过 二级管的正级 我们把它叫做P级 二级管的负级呢 我们把它叫做N级 所以第一个二级管呢 它就是P级在下面 N级在上面 第二个二级管的P级 跟第一个二级管的P级连一起 指向了这个B 然后呢 这边另一个 这个负级 在这边又是N 所以这个管子叫做NPN型 啊 NPN型 一般是这样子命名 啊 然后 这边这个PNP的呢 它就是这个负级 就是我们说的N级 二级管的N级 二级管的正级 就是P级 啊 这个呢 是PNP的 两个正分开 一个负连一起 啊 这就是NPN和PNP型 它们这个名字命名 啊 接下来 这个通过这个内部结构等效图 如果要你用万元表去区分 哪个是NPN 哪个是PNP 是不是怎么区分呢 同样还是一样的 正常的一个好的三级管 我们应该把红表笔 放在这个B级 然后 黑表笔呢 分别去测 这个C级和E级 那么这个B级跟C级之间 这样测的话呢 有一次 正常的导通值 大概是在 300到800之间 啊 300到800之间 然后 这个B级跟E级之间 也有一次数值 啊 正反向 只有一次 也是在300到800之间 啊 这就是根据普通这种测量 三级管的方式 来判 普通二级管的方式 来判断 啊 完了之后 这个C级跟E级之间 它是无穷大 啊 无穷大的 也就是说 一个正常的三级管 我们最多只能测到两次 也只有两次 数值 啊 如果测量 低于两次 或者超过两次 也许你这个三级管 它就是坏的 或许它根本就不是个三级管 啊 所以 这个一定要注意 啊 这是我们这个三级管 它的测量 同时 还有一点 要注意的 就是 啊 C级 啊 如果说 你给它 这个 红表比 放在这个B级 这个测的 这边有两次 正向导通值的 这个是NPN 但是 如果像测 这个PNP的 你还能红表比 放B级吗 肯定不可以 只能用 黑表比 放在B级 然后 红表比呢 分别去测 其他两个奖 这样测的呢 也有两次 正常的 300到800之间的导通值 啊 也有两次 那么这样测出来之后 啊 这种 黑表比 接B级测的 有值的是PNP 红表比 接的B级测的 有值的是NPN 所以 判断 NPN和PNP 就看你是用了红表比 接B级 还是黑表比 接B级 啊 因为你像 NPN的 如果你把黑表比 接在B级的话 红表比 测其他两个角 它是反向 无穷大的 是测不到值的 只有 PNP的 你红表比 那个黑表比 放B级 才能测得到值 NPN的 你把黑表比 放B级 是测不到值的 所以你可以通过 这种方法 去判断 NPN和PNP 这个也就是我们说的 好话判断 跟类型的区分 这是可以通过这个特性 去区分的 在两次导通 反过来 它是截止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 要知道这个三级管 它的一个判断 下次就是拆下来 那肯定在拆下来 在板子上测 是测不准的 在板子上测 比如说你在测 这个C级跟E级之间的值 你如果你再线测量 那么它会 这个出现 就是把其他电路测进去 本身C1之间是无穷大的 结果你在板子上测 它是有值的 这样测是测不对的 所以建议 就是把这个三级管 把它取下来测 测的会更精准一点 这个测量三级管 不存在B级 要不要放电 这个没有关系的 你不接电 它就没电 这个不存在放不放电的事情 这个要注意的 这个跟MOS管不一样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三级管 它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NPN 一种是PNP 那么它有两种 它有个工作条件 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NPN三级管导通条件 这个导通条件呢 是这个当B级电压 大于E级电压 0.7伏的时候 三级管 C1之间单向导通 怎么回事呢 就是当这个B级电压 大于E级电压 0.7伏 这个时候 它就C之间单向导通 电流 从C流向E 截止的条件就是 当这个B级电压 小于或等于 E级电压 0.7伏时 C1之间 截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这里就有一个三级管 这个三级管呢 分别有C B1三个极性 这个就是NPN的 当我们的B级电压 大于E级 就是B大于E 0.7伏的时候 那么电流 它会从C流向E 电流从C流向E 然后 这个当B级大于等于0.7伏的时候 然后它呢 就会截止 C1之间就是截止的 这个要注意啊 就是只有这个B大于E 0.7伏的时候 才会导通 B小于E的时候呢 截止 注意 然后我们回到前面 通过这个二级管的 这个图标 大家可以看得到 内部等效图 就是为什么B大于0.7 大概就是 类似于这种二级管的导通 前卫 比如说 我这个一级 打比方说 我一级接地 那么我B级 要多少伏以上 才能让二级管导通呢 最少要 这个0.7伏以上 0.7伏以上 就是B大于E 0.7伏以上 然后它才能控制 C1导通 也就是利用 这个B大于E 0.7伏之后 这个B级的电 就会从内部流向E 利用B1之间的电流 去控制 C1导通 就这个意思 这个叫电流 控制电流 利用B1之间的流 这个电流 控制 C1导通 如果说你这个B级电压 没有超过 E级0.7伏 那么这个时候 就不会有电流 流过B跟E 这个时候 相当于内部截止一样 就流不过去 这个时候 这边也就不会有电流过来 所以这个是单向导通 随着内部 箭头的方向导通 所以 B大于E0.7的时候 电流 从C流向E 这是单向的 只能随着内部箭头方向流动 它不会从E流向C C低哪里有D C低怎么通 这个注意一下 CB之间不通的 CB之间不是这样流的 你不要把它单纯看成二级管了 你问这个问题的话 你就把它单纯的看成了二级管 明白没有 你在问这个CB之间导通的时候 你见过哪个三级管CB会导通的 没见过吧 你就把它单纯看成了三级管 那单纯看成了二级管 一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强调过 这个东西并不是单纯的二级管 这么简单 三级管就是三级管 二级管就是二级管 只是说 刚才那个是等效结构图 不一定就是说 里面就是两个二级管 这么简单 好 CB之间通的 不是你这样通的 那是数字型三级管 跟这个三级管不一样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坏的会通 那坏的肯定会通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 当B小于或等于一级0.7弗的时候 然后它这个C1之间截止 C1之间截止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后面看 这个呢 它是一个高电频导通 低电频截止 这是三级管它的特征 高电频导通 低电频截止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那个PNP三级管的导通条件 PNP三级管的内部特征 它的导通条件 还有电论符号 这些都跟我们的NPN完全相反 注意这个PNP跟NPN 它不光符号不一样 连内部的特征导通条件 很多都不一样 完全相反 它怎么导通呢 它导通条件 就是当B级电压 小于一级0.7弗的时候 EC之间三级导通 当B级电压小于或等于 一级电压0.7弗的时候 这个EC截止 这个这两个导通条件 导通截止 那么所以这个PNP的呢 它是低电频导通 高电频截止 那么它要怎么导通呢 我们看一下 当B级小于一级0.7弗以下 那么这个时候 电流会从E流向C 随着内部箭头的方向 流动 这个呢 跟刚才的 NPN是相反的 NPN呢 是从C流向E 单向导通 这个呢 从E流向C 单向导通 而且的话 跟刚才的这个也不一样 这个导通条件 刚才是从B大于 E0.7弗导通 这个是从B小于 E0.7弗导通 那么这个 PNP的 当B 大于或者是等于 一级0.7弗的时候 那么 C一之间 是截止的 是不会有电竞流过的 就这个意思 那么从我们刚才的这个 内部结构 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 比如说 我这个 E级 有 10弗 那么我要想让这个 10弗 流向C级 我B级就要比E小0.7弗 大概就是9.3弗以下 9.2弗样子 它就可以流过去 就是B一定要比这个 E小0.7弗 那么B比E小0.7弗的时候 这个E级就会有电流到B 这个时候 利用这个E和B之间的电流 去控制E和C之间的 电流导通 就这个电流 控制电流 所以我们这个三级管 它是电流型的元器件 电流很小 电流不会太大 如果是大电流的电压转换 一般会采用MOS管 MOS管的功率比较大 三级管一般用在信号当中 一般用于信号转换和信号控制 很少用于电压转换 电压转换的话呢 像那些转换供电 这种东西的话呢 电流稍微偏大一些 那么这种情况 就要采用MOS管 MOS管的承受电流能力会大一点 三级管承受电流的能力很小 很容易被烧毁 它是承受不了大电流的 具体它能承受多大电流 得看它的型号 不同的型号 承受电流不一样 要根据数据手册来决定 一般最少都是 几毫安到几四毫安 几百毫安 这样子的是比较常见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再看一下这个三级管 它除了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单个的话 还有一种叫做复合管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框图里面 这种是NPN型还是PNP型呢 PNP啊 东蓝色PNP啊 NPN的 对 这是NPN的 箭头朝外是NPN型的 那么它像这个呢 它是由六个角组成的 这种叫做复合三级管 叫复合三级管 就是里面有两个三级管 封装在一起 它的一二六角是一个三级管 然后三四五是一个三级管 好 接下来 再看一下这种 数字型三级管 数字型三级管呢 在它的三级管内部 会有一个 两个电阻 封装在一起 有两个电阻 封装在这个三级管的内部 两个封装在内部 这两个 建筑 它的组织 大多数是一样的 在内部形成了串联 形成了串联 在内部 比方说 我第一个管子 比方说这个管 这个管 比如说我一级接地 打比方说我一级接地 我这边给它一个五幅 那么它从内部 会给它分压 内部是两个电阻是一样大的 两个电阻分压之后 就是二点五幅去给它的B级工作 给它工作 完了之后 它就会B大于1 就会C1导通 就这个意思 就是 多了两个 这个 电阻 这两个电阻通常都是一样大的 比如说我们搜一下 这个 PDTC124 我看看我这边有没有这个PDTC124 DTC124 A有 114 124 115 144 都差不多 这个 这个三级管的话呢 它的内部 R1 等于R2 内部两个电阻啊 它是R1 等于R2 组织多大呢 124 是22K R1和R2 都是22K 114的呢 是10K 我们刚才的是 124 我们用的是124 所以这两个电阻呢 它是 22K的 如果是 144 115 或者是其他型号 那有可能就其他的组织 啊 所以 它这里 它这个数据手册 它是 这几个型号 一起通用的啊 就这几个 这几个型号 通用的 共用的数据手册 内部电阻 也不同啊 每一个型号的组织都不同 这是R1 R2的组织 它们是 一样的 两个一样大的电阻 在内部啊 两个一样大的电阻 这就是 这个R1 等于R2 我们一般遇到的 百分之九十 都是 相同的 就是两个电阻 一样大的 有没有不一样的呢 也有 啊 那么我这我就不一个个找了 啊 就是每一个三级管 你最好是能够找到 它的这个 数据手册 有的数据手册 你就知道它这个 呃 电阻是多少 啊 然后要怎么计算 啊 好 这里有输出电流 最大是一百毫安 啊 就一百毫安 输出电流啊 最大是一百毫安 所有的哈 L是所有的 啊 所有的 最大电流 就是一百毫安 然后它的输入电压 这里 输入电压 像这个124 它有一个范围 啊 输入电压 就是微硬 输入电压大概是在 负十幅到 这个 有负十 正十二幅到 正四十幅之间不等 根据不同的型号 这个输入电压 大小也不一样 对啊 控制电压 这里有没有控制电压 这没有控制电压 啊 控制电压 只要比一级 啊 就是B 只要比一级 像这个哈 NPN的 只要B大于1 0.7就行了 你再大也没用 再大的话 它也就这么多 啊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 仿真电路 给大家看一下 啊 通过一个仿真电路 给大家看一下 三级管 开关电路 在这里 我们这两个 这两个管 都是什么 类型呢 啊 两个是什么 NPN 对 这两个都是 NPN型 三级管 那么它要导通的话 像它这个 一级接力的 B级 最少要多少幅 才能导通 0.7幅 啊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 啊 当我这个开关 断开的时候 啊 我这边是一个6幅嘛 这边是一个6幅的供电 开关断开的时候 这边B级有电吗 没电吧 0幅 0幅的时候 这个时候 它是截止的 然后 这个6幅 可以通过这个电阻 送过来 再通过这个电阻 送到它B级 使这边 变成一个高电瓶 大概有6幅的样子吧 没有6幅 这里 你们猜 这里多少幅 然后 说6幅的就错了 这里不是6幅 啊 然后这边这个6幅的供电呢 它会 经过这个电阻 送到这边的C级 啊 如果这个高电瓶 过来 让这个三级管 导通 那么这里将会变成0幅 那么这里将会变成0幅 就这意思 啊 如果我把开关闭合 这个高电瓶过来 高电瓶过来 它一导通 就会把这个B级电压拉低 拉低之后 这边截止 截止之后 这边就会变成6幅的高电瓶 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说的开语关 你们说5.9 5.3 都是错的 啊 很明显 假如我这里有 6幅 经过一个10K 打比方说 我开关闭合啊 6幅经过一个10K 和一个10K 串联分压 之间多少幅呢 3幅对不对 3幅够不够它 导通 够吧 啊 那么导通之后 B级多少幅呢 导通之后 就算机管导通之后 B级多少幅呢 0幅 0.7 2.3 你看 各种说法都有 还是 本身就是原来的3幅呢 你看 各种答案都有 对不对 实际上 二级管 这个三级管 在正常导通之后 它不是这个电压 它是会受到影响的 说不受影响是假的 啊 一定会受到影响 啊 因为 它要利用 它内部的 B跟E之间的电流 去控制 C1导通 这边肯定会受到影响 在它截止的时候 完全不工作的时候 你这边 不工作 截止啊 那么 这个分压点的电压 还是3幅 一旦它正常工作 它导通之后 这边电压 就会被拉低 那么它就会受影响 啊 它就会被拉低 拉低到什么样子呢 拉低了 我们来看一下 啊 多少幅啊 0.7幅 多一点点 正好够它导通 它就不是0.3 也不是我们说0幅 也不是3幅 啊 所以这个要注意了啊 6幅 把它串联过来分压 分的是3幅是没错 但是只要让三极管一导通 那么这个电流会从B流向E 去控制C1导通 这个时候这个电就受到了影响 这个时候就变成了0.73 0.7幅 整确的说应该是B稍微的比E大一点点 就这意思 啊 那么我们这个高电瓶过来之后 让这个地方导通了 那么这里就会被直连到D 相当于跟D之间直连了 那么这里呢 它就变成了0幅 0幅过来之后呢 会使这个三极管截止 然后这边得到一个6幅的高电瓶 直接由这个电阻上拉为高电瓶 这就是透极 为什么是6幅 这个意思 有二极管的特性 但它不是二极管 这个一定要强调 注意啊 好 这里 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说我把这个 开关断开 断开之后 这就没电了吗 是不是 没电了之后 它就导通还是截止啊 截止吧 那么截止之后 上面呢 就会被这边R2电阻上拉为高电瓶 那么高电瓶可以让Q2导通 Q2导通 它就会把这边拉低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子 断开 这边没电了吧 没电它就截止吧 截止这边就是个高电瓶 高电瓶就让它导通拉低 变成0.06 0.06就相当于没电了啊 0.06就相当于没电 可以这么理解吧 有点像二级管前卫那么简 那那那么个意思 但是它不是二级管 内部啊 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你不要把它单纯的想想象成二级管就是的啊 可以把它 当二级管理解 方便理解 这样是可以的啊 嗯 啊 这是我们这个 啊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开与关 我给它电的时候 它就导通 拉低 然后这边呢 把这个六幅开起来 就开关 闭合 就把后面的电打开来了 开关断开 后面就没电了 这个就是我们通过这个电路来实现开与关 这个就是我们电路中说的 当做无处点开关使用 啊 Q2 B级电压多少 Q2 现在这个B级的电压 跟 这个时候导通的电压是一样的 啊 相差不大 就是 反正不是这个六幅啊 就说这个截止之后 你以为这也会多高呢 是六幅吗 你是不是把这个想象成这个六幅过来 啊 经过二级管之后到这里还是六幅啊 你是不是这样理解啊 错了 这不是六幅了 啊 1.7多那么一点点吧 啊 我们可以放一个这个电压表上去试一下 啊 看到没有 0.7 0.67 意思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 啊 意思都是一样的 这个变成六幅过来不再是六幅 啊 会被内部 类似于二级管那种 把它前卫住 啊 所以 R比较大嘛 如果把它换成10K的话 这应该也是0.73嘛 是一个样的 一个意思嘛 啊 我这里是 把它设置的不一样嘛 比如说 装个50K 啊 不要用100K 这边电压是不是0.67变成0.68了呢 高了一点点呢 就这个意思 啊 啊 接下来我们再看 啊 闭合 这边高电瓶过来让这里导通 这里被拉成了低电瓶 然后呢 它截止上面变成高电瓶 是不是 这个很好理解啊 啊 这就是三级管的导通 截止 三级管导通之后 就相当于把这个B级直接接地 变成0幅 啊 啊 VCC电压依然还是6幅啊 VCC电压不变啊 你没看到吗 这不是6幅吗 6幅一直挂在这 啊 它不会因为这边导通 拉低 它不会的 啊 供电 依然还是供电 啊 它不会受到任何变化 啊 只是这些B级 这些信号 发生了变化 对 有电阻 这个电阻起到了隔离保护 啊 这个6幅经过10K之后 它就是个信号 电流非常非常小 啊 你比方说 我这边 这个 就过两个这种分压 给它个高电瓶 让它导通 导通之后 这边 相当于接地 变成了0幅 那么这个时候 6幅 微硬 经过这个电阻的电流 是多少呢 你就用我们 欧姆定律去计算 用这个电压 EU除以这个电阻 R 50K 就知道 等于 多少了 啊 多少啊 很简单的嘛 欧姆定律算了 电流非常非常小 微氨级以下的 我们都把它称之为信号 啊 这就是我们以前 这个 最开始讲的 什么叫信号 什么叫供电 啊 啊 这种经过电阻 线流之后 微氨级以下的这种 就是 信号了 所以这种信号 电路中 是会用得到 这种三级管的 如果是供电的话 一般是不用 三级管的啊 很少用 这个三级管 用来做供电 做转换的 就算是有用到 那个电流 是非常非常小的 啊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三级管 它的一个好坏测量 看一下它的一个测量 这个电路还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什么问题 没了啊 很简单的嘛 就是一个导通截止嘛 高电名导通 低电名截止嘛 就两个意思嘛 啊 很简单的 如果你们自己 有这个有用到这个 呃 仿真电路的话呢 你自己可以去 自己去仿真一个试试看吧 玩一下玩都没事嘛 对不对 啊 嗯 哦 放 发不了普遍啊 我测 可以吗 我看一下能不能发普遍 诶 可以 然后 这样子又一个状态 啊 啊 这就是导通跟截止两种条件 自己去看一下 理解一下 啊 回头看看啊 就知道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好坏测量 三级管 三级管没有半导通 只有放大状态 啊 半导通其实就是放大状态 它不是MOS管 跟MOS管不一样 我们看一下这个三级管 我们看一下这个三级管好坏判断 以及它的这个类型啊 这里有一个晶体管测试仪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大家注意看一看下我这个不就三级管吗 对不对 啊 三级管我把它装在这个测试仪上面 然后放上去压紧 然后一按 然后马上它就会告诉你 这个管 是 这是什么管啊 看到了吗 NPN的管 对 一二三角 BC1 啊 放大倍数 380 放大倍数 啊 这就是 一角 二角 三角 一角呢 是B级 二角呢 是C级 三角呢 是一级 就这个三角是一级 是一二三 就是BC1 这是NPN的 你如果我搞个PNP的放上去 它就会显示PNP 啊 这就是三级管的 带背光 没错 带背光 啊 就是电感啊 电容啊 电阻啊 三级管 二级管啊 通通都可以测 淘宝 四十包油 四十包油 应该没有的 五十多块钱 是有的 这是很便宜的 五十多块钱 我这个买的 就是五六十块钱 叫啥名字啊 注意看啊 叫啥名字 这里会出现吧 叫啥名字 上古神器 对 所以我把它 看一下 再看一遍 变形金刚 不是变形金刚 也不是LCR LCR是只能测电感电容电阻 这个是变形金刚 这个叫什么 晶体管测试仪 到淘宝一收就行了呗 这个不是我在推销 是我在用这个东西 我感觉好用 然后比较方便 比较直观 大家一看就懂 对不对 不用卖关子 有神器 有神器可以代替我们 繁琐的测量 为什么不用神器呢 对不对 这样理解 大家也比较那个 也比较那个 比较 理解的比较简单一点 也不用把它理解 那么复杂 是吧 便宜的东西 几十块钱的东西 33包邮 这个我不敢用 我当时在挑的时候 就有看到过这款 不知道行不行 有二三十块的 有七八十块的 有五六十块的 我选了个中间价 五六十块的 低的我也不买 太贵的我也不买 差不多就行了 随大小拍手 买个三十三来试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 用万元表 万元表 来测一下这个三级管 注意 我们三级管 它的即兴判断 怎么判断来的 是文字朝身边 左边是 第一 左边是那个B级 中间呢 是C 右边呢 是E 就是C B E 三个角 然后我现在呢 是红表笔 接B级 黑表笔 接的是E级 B级 这个时候 你看到没有 红表笔 接B 黑表笔 这个时候接的是C 这个是B跟C之间的值 多少呢 这是六五三 六五三 完了之后 红表笔 红表笔放在B级 测得有值的 这个呢 就是NPN的 如果是我现在黑表笔放在B级测得有值的 那就是PNP的 所以要注意 好 接下来我再看一下B跟E之间 有一个六五四 六五四 这是B跟E之间的值 所以这个测了已经测到了两次数值 已经测到了两次数值 完了之后 如果说 我去测一下这个 绑过来测哈 黑表笔接B级 这个测的无穷大 然后再测一下E级 这个也是无穷大 就说黑表笔放在这个B级的时候 红表笔测其他两个角 测的都是无穷大 它是没有值的 完了之后再测一下这个C1之间 也是没有值 再换个方向 还是没有值 也就是说整个三级管 我们来来回回 就测了两次数值 测了两次 一个正常的好的三级管 一般都是两次数值 这就是三级管的这个万元表这个判断 当然你不买神器 就用这种的判断也可以 三级管坏的能不能判断 你拿个坏的装上去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我这边没有坏的 但是从它的产品介绍里面来看是可以的 是可以测三级管好坏的 就是从它产品这个介绍里面是可以的 但是我是没有 没试过 因为我没买这个 我没有这个坏的管子测 没办法测 虚似 虚似没有去搞这东西 因为太太便宜了 太低了 没这个必要 去批发别人的东西来卖 第一你还要做别人 帮别人做售后 终于做不了几个钱 然后好用的话还好 不好用的话 一堆人找你麻烦 我们不干这种吃力不打好的事 自己研发 研发的话呢 我们一般不会用这种 自己研发的好东西 卖的比较贵 人家说这个讯为很坑 这个也不好 卖的便宜的话 没钱赚 也不干 所以干脆让别人去搞 这个东西 没意思 别人网上卖的满天飞了 我们还去搞一个这东西 一点特色都没有 这个大家要注意 三级管好坏判断 就是 NPN的红笔放B级 PNP的黑笔放B级 然后NPN的呢 这个B级跟C级之间 有300到800 然后B跟E之间 也有300到800 C一之间无穷大 只能测了两次数值 正向导致 正向值 好 那么这个PNP的呢 是黑标笔放B级 BC B一之间都有值 C一之间无穷大 好 那么接下来 我这里呢 再打开一个 电路图片啊 看一下 我们这个普通三级管的好方判断啊 再看一下呢 回顾一下这个东西 NPN三级管 测量 万人表打到二级管档位 注意测这个东西也是二级管档位测的 然后红表笔接B级 黑表笔接C级 正向有300到800 表示正常 然后呢 黑表笔放B级 红表笔放到C级 反过来呢 是无穷大的 这是B跟C之间的值 完了之后 B跟E之间也有一个值 这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就是这个三级管 B C是673 B1是691 B C之间呢 是673 就在这个三级管里面 B1是691 这个发现一个问题没有 就是B C之间的值 要比B1之间小一点点 B1的值要比B3的值大一点 这个是用来区分C和1 知道怎么区分吗 区分C和1 万人表判断 大的那个是发射级 小的那个就不是 这个区分开来啊 然后完了之后 这个C跟1之间呢 它两个值都是无穷大的 C1之间是无穷大的 怎么测 正反向都是无穷大 这是NPN的三级管 接下来看一下PNP的 PNP的呢 这个时候 它的B级在中间 不是啊 这个在左边啊 在左边 这个是B级 黑表比JB级 这是黑表比JB级 这个呢 B C之间有300到800 这是728 反过来 这个B跟C之间呢 是无穷大 正反向测了两次 可以看得到两个图片 这边是B 这边是C 这边也是B 这边也是测的是C 黑表比JB的时候 测的有700多 红表比JB的时候 测的是无穷大 啊 就这意思 这是这个B跟C之间的值 完了之后 这边 B跟E之间的值 看一下 黑表比接着是B 这边红表比接着是E 测的有732 反过来 红表比接B级 黑表比接这个E级 测的是无穷大 啊 那么同样 在这里我们也测到了一个 728和一个732 啊 B C之间 有728 啊 然后 这个B1之间呢 是732 这个同样 B1之间的值比B4要大一点 啊 732为发射级 就是这个意思 大的那个是发射级 啊 这个一样的是不是坏的 这个不一定 啊 不能说两个值一样就是坏的 因为用我们的数字表 他去测这个东西的话呢 他是 呃 测不太准 用指针表 是测的比较准的 数字表是测不准 啊 这个测不准 有误差 不能说一样就是坏的 啊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 就是说 这个 他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啊 啊 啊 这个要注意 用这个指针表 指针表没有二级管档位 没错 没有这个二级管档位 但是指针呢 他是用电阻档位测 测的 他是 呃 看那个指针摆的幅度不一样 啊 然后 C1之间怎么测 都是无穷大 啊 C1之间怎么测 都是无穷大的 啊 你要是不会判断 你就买一个刚才那种几十块钱的那个神器就可以了嘛 买一个刚才那个晶体管测试仪 一切都解决了 都OK了 啊 啊 书上有错的会改过来 书上以前写的有可能 这个 不好说 有时候写的写的打错字的也不好说 啊 反正讲过的东西能听懂 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大问题吧 啊 嗯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看一下那个三级管 他在工作园里 啊 书是我出的呀 没错啊 就是写的时候 那难免有时候打错了 不好说的 这个也不好说的 肯定是有这种可能的啊 然后现在不断的在改嘛 第二版就会把那些错误发现的错误都改过来嘛 啊 所以第一次也没印那么多版啊 没印那么多本 少印了那么少印了很多啊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开关三级管的工作原理 开关三级管的工作原理呢 今天可能一下子讲不完了 这个涉及到很多问题 呃 要不明天再那个吧 明天再讲了 啊 明天再讲 今天一下子讲不完了 还有很多内容 啊 这个明天再讲 也行